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注车在吉庆柳了 早晨这雾更大 现在稍微小一些了 不过下几雨来了 这边不远处就是越南 那块有一个填棚口岸 听得到吗 那一侧还有越南的大喇叭在喊话 是广播呀 大家好我是杨雪边境线自驾进行当中啊 看我这款新装备 户外电源 大江居然出了自己的户外电源啊 他们家的东西自己真是用的太多了 无人机 运动相机 麦克风 所有这些东西 其实都有一个关键的部件 就是开这个电源了 所以大江对于电源并不陌生啊 我用的是他们一度电的版本 他们还有一个0.5度电的 这种移动的户外电源 可不是电量越大越好啊 因为它的主要的使用场景 是房车床车备用和可移动的电池 家用车的户外露营的这么一个电源 所以轻便和便携性 才是它最重要的 说说我这一段时间的一些使用感受啊 过往其实也用过 说过不少户外电源了 这一次只说重点 一共是三点 一点我拿进一些 你们也看得清楚 说一下它的接口和参数啊 两个五孔的试电输出 这是逆编器的开口 显示屏 两个USB 两个140瓦的Type-C 接口啊 十点的输入 快充1200瓦 慢充600瓦 这两个叫做SDC接口 可以外接很多的设备啊 比如说无人机 比如说太阳能板啊 我隐隐约约感觉 大家应该会在这方面上做一些文章 来完善整个电源 它的一个生态啊 你看这还有两个四分之一的螺纹 这种接口啊 再说参数 仔细的跟其他一些品牌对比的话 你就会发现 在很多方面上 它都高出了那么的一些 所以这款电源应该是 他想去争夺 湖外电源 头把交椅的 这么一个定位啊 举例 你看我都做笔记了 这多认真负责呀 试电充满时间 70分钟 100% 充到80%的话 50分钟 太阳能最高输入功率 800瓦 持续输出的功率啊 2200瓦 噪音分贝等等等等 您仔细去对比一下 就会发现在这些关键指标上 它会优秀一些 第二点 只有它有的 可以快充无人机 你们看一下这个显示屏的变化啊 这查上 已经开始充了 之前我是用房车的这个Type-C借口 给无人机充满一次 好几个小时 现在用它半个小时就充的差不多了 再说第三点 其实是用的越久才会发现 它的体验呀细节做的是十分用心的啊 就拿这个显示屏来说 不多不少的功能 该有的 你比如说输入 输出 剩余电量 剩余电量 它的一个还可以使用的时间 都有 关键它准啊 我用了好多年的户外移动电源 这个它说 产品使用到后期的时候 保证这个数值还是准的 这一点太难得了 再比如 这个东西它虽然在同类中不算大 不算重的了 但是毕竟 这种湖外的移动电源 还是占地方 所以它做了高强度的一个设计 你可以坐着它 也可以站着它 当椅子 当个脚踏 这点我得给大家演示一下 走 这有人来的时候 就能形成这么一个三人的卡座区了啊 这还挺妥妥的 其实它还有一个叫做UPS的功能 这功能我一般一目不上 但是针对一些特殊的需求 还是挺重要的 就是如果说试电突然间断电了 它能0.02秒就启动 完成一个试电的供电 一些特殊的用途 其实这种小点还挺多的 不一一来说了 这块也没什么人 有些这种机械在这儿 更有那种特别的感觉啊 回车里继续沿着边境线 继续出发了 平时我大多一个人嘛 所以这副架就朝后边 这就有块空间 你看它这个操作面板 都是朝这一侧 放这个计较干了 没什么问题 上面放了一个防滑垫 电池 这一瓶水 现在给飞机充电了 听个声音 把这腻变也打开 基本就没什么噪音 房车本身有二度电 为啥还配一个户外电源 就是主要是备用 它这个系统要是坏了 房车的 有这个户外电源还能扛一扛 再有了就是去到远点的地方 娱乐 露营 就不用拉线了 但是它过来就行了 消了很多了啊 乱说 这是中越两国的点进墙了 一启动车 点气就给它充电了 这点电绝对不能浪费掉啊 收集起来 电池已经出马了 今天是自驾中国边境线的 第41天了 走吧 到顶来吧 混这些些些些的点 就起步起步起步的打 差点爱的中华 我们一步行 故也就不会 下一个阵子还特别的远 今儿晚上又没着落了 看来是 我一滴一滴一滴的老 无其他难容老 我看了这儿 跨过几个山以后 没什么雾了这儿 什么呀 风地了 一派田园风光 这是一个大的村落吗 去看看去 木杠战斗遗址 走前方 这叫做木杠村 属于木央镇 规模可以啊 要合着住车的地方 太可惜了 没有地儿啊 盖的严严实实的 多大的村庄 没有我小黄河 荣山之地 哎 左前方 说来就来了 嘿嘿嘿 这不挺好吗 这一路 这一路这车 成什么样了 哇 哎呀 别做饭了 腿上去 腿上去看看有什么 好东西没有 玉米上还有刨了 阿丹六号 下边还有这种架子 这干嘛用的呢 防止它倒的 219 边境公路 从广西到云南 这条路其实变化还是挺大的啊 到了云南以后 它这种弯弯绕绕就特别的多了 山也是会高很多 路上的车和人也多了不少 但是路面呢 会比广西那边要平一些 这块玉米还有大棚 这在北方不可想象 继续走 这上山路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小混沌饭吃 这沐缸村还真不小 还有理发店 这是一家烧烤店吧 刚把摊弄出来 还没开火了 继续 继续 网上搜索 也是一家烧烤店 没开门 奶茶店关门 这刚不到7点啊 炸鸡店也关了 饲料店都关门了 对得起我吗 我都快把这个村子绕一圈了 还没找到 这个角度看一下这个村子 还挺漂亮的啊 从那边过来的 到了这块雾没了 望到这么一个村庄 有点像沙漠里看见绿洲那感觉 类似啊 找不到也没关系 在这睡觉舒服踏实 看什么啊 路边小吃店 咱们有什么鸡肉或者牛肉的菜吗 牛肉要鸡没的 啊 牛肉我一个人做个什么呢 您说 行 少放点 放一点干辣椒 行 那个汤一碗 像我一小碗多少钱啊 送你 看看他这家店的菜价 炒菜肉菜基本上都是四五十了 素菜二十 我一个肉的盖饭 再加一个汤二十块钱 良心价 哇果然很给力啊 多少肉了 汤 烤火 饭是无限量的 吃我还可以继续添加 刚才老板跟我说 好吃 这个村子怎么这么大呀 这里是一个小乡镇 我也感觉是 他其实是一个乡镇级别了是吧 不顺应 他是一个小该道 啊 小该道啊 小该道 啊 小街道 啊 现在这个治安嘛 比较好 到哪里都不怕 以前呢 以前很乱 以前是因为这个边境很乱还是因为什么 以前呢 还有偷盗啊什么的 啊 抢权啊这些都有 啊 现在都好了 现在治安都好了 啊 现在这个华里也见钱了 啊 人人都怕的 您说这个以前是多少年前呀 嗯 差不多十年前 十年前就比较乱了 嗯 有偷盗啊 什么抢人的这样都有 啊 嗯 就是走路要有了 对对对 走来了吗 没有 刚开始嘛 你从哪里走 从广西东兴出发的 哦 然后现在从那里过去 对对一路走 东兴那边不是起点吗 我就想走一圈 还是可以的 因为我们自己都可以走呗 走了 拜拜 拜拜 回去的路也忒黑了 到了 忘了关窗户了 亮着灯了 亮着灯的就是家 家里边还有小家卷啊 我的钥匙 看不见呀 好啊 杰克啊 哎 我说啊 又姗姗来迟了 又姗姗来迟了 下来 笑傻去吧 笑傻去吧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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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